好了那么快速给大家介绍完两件球衣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以及亮点之后呢 我也是呢 要根据大家的一些要求以及建议呢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球衣上面的一些硬质以及避张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新的一期史丹利的足球天地 我是你的球衣摄影师史丹利 那么在这里要聊最不幸最不幸就充满个人色彩的球衣资讯 同时呢非常希望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的微博或者是Bilibili的账号 那么在上面呢有我自己分享的我自己拍的美美的球衣的照片 希望这些照片呢能成为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是电脑的壁纸 那你的关注以及转发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吗 好了本期视频呢同样我有一个2000赞的目标 我们本着诚信教育的原则 我先拍以后这样记得帮我点赞还有加投币哦 好吗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呢也不卖什么关子呢 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身上的以及身后的这一件呢 法国队的球衣 不过在视频刚开始的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呢问一个小小的问题 究竟大家知不知道 本届欧洲杯哪一个品牌呢 会是赞助国家队最多的呢 那么先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可以回答一下呢这个问题好吗 好五四三二一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没错就是我身上穿的这间法国队的品牌呢 赞助的这个球队呢会是最多 那究竟这件法国队主场仪客场球衣上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会是吸引我 或者是值得跟大家去介绍的这件球衣又值不值得买 而在视频的过程介绍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关于一些法国队的球衣的印制以及避章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马上开始先介绍的 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呢法国队主场的球衣 全新的法国队主场使用的是一贯的海军蓝作为球衣主要的配色 海军蓝黑以及胸前的一抹红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其实在法国队球衣上面呢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红色的这一个颜色的元素 追溯到的可能是2010年的那一件呢 依然是另外一个品牌所赞助的法国队主场的球衣 球衣对会的位置也就是高卢雄姬头顶的这一个星星呢 则从上一届的一颗星换成了这一届的两颗星 也是纪念着这个法国队已经拿过了两次的世界杯冠军 按照惯例 0分是最低分 10分是最高分 先来打一下呢 这一件主场的球衣 你觉得可以得多少分呢 在还没有开赛之前呢 其实我一直都会以为 本届法国队的欧洲杯的球衣呢 不会硬上胸前的这一根呢 世界杯的冠军盾 不过呢 在开赛之后呢 我就发现呢 原来这一届欧洲杯里面呢 也会印上这一根呢 世界杯的冠军盾 不过大家在探演的时候呢 还是要留意一下 就是法国队的主场的这一个冠军盾呢 会是一个白金配色的冠军盾 正如我之前拍视频所说啊 其实我们很难去要求一些主场的球衣 特别是国家队主场的球衣 能玩出一些怎么样的花样 毕竟呢 我们不能丢掉这一个国家 他们原本应有的元素 而海军蓝则是呢 法国这个国家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色所在 不过到了客场呢 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说好像我后面的这一件 全新的法国队的客场的球衣 本届法国队客场的球衣呢 使用了一个纯白 作为球衣的主要的颜色 而刚才所说到的胸口这一个呢 世界杯冠军盾的位置呢 则换成了一个呢 纯金色 那这个呢 还是跟主场的白金色呢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同样0分是最低分 10分是最高分 麻烦先在这个弹幕上面说一下 你对这一件客场球衣的打分好吗 主场以及客场的球衣 两件二选一的话呢 其实我自己呢 会更喜欢呢 白色的这件客场的球衣 那么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球衣 我反而会更喜欢他呢 那其实一直在 有关注我频道朋友都知道呢 其实史丹利呢 会是一个呢 非常喜欢白色球衣的一个人 不过另外一个 我喜欢这一件球衣的一个 很重要元素呢 则是他内部的这个色块 这个色块呢 会是一个呢 蓝色白色红色组成的一个色块 没错他就是呢 法国国旗的颜色 不过品牌呢 非常狡猾的把这一个色块呢 设计成呢 同样都是从左到右 蓝色白色红色 哎 所以你会在 无论在正面看还是背面看呢 看上去呢 都是哎 怎么左边呢 会是一个红色的色块 右边呢 会是一个蓝色的色块 反过来看 同样也是如此 好了 那么快速给大家介绍完两件球衣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以及亮点之后呢 我也是呢 要根据大家的一些要求以及建议呢 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球衣上面的一些硬质以及臂章 毕竟呢 对于球衣来说呢 硬质和臂章呢 才是他这件衣服的灵魂所在世吧 那跟之前克罗蒂亚以及英格兰的数字相比呢 其实这一件法国队的无论是胸前还是背后的数字呢 看上去都会稍微圆润一点稍微胖一点啊 微胖的东西哪个男生不喜欢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从远处看主场客场两个的数字也好像没有太大的亮点是吧 也没有英格兰还有克罗蒂亚的数字来的那么有特点 不过我们再近看一点点啊 我们先换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去看好吗 这个角度看呢就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数字上面呢有很多呢暗纹 那么这个暗纹呢会在灯光或是在阳光下面呢 它会显得呢特别特别的明显 毕竟主场的这个数字呢 其实会是一个白色的数字 那么看起来反光呢也不会太有明显的亮点 但是到了客厂这个蓝色的数字上面呢 我们去看一下呢 这个反光的感觉呢特别的明显 而且看上去呢特别特别的好看 不过呢这个反光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材质呢 仅仅是在背后的大的数字上面才有的 正面的数字呢是完全没有的 而另外再来到毕章的地方 刚才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盾呢 已经跟大家呢去介绍过 大家一定要记得呢 两件球鱼是使用不同颜色的这个冠军盾 而来到毕章上面 先说主场的币章 主场的币章我印的是欧洲杯本届的币章 而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就是 左臂的这个Respect的币章 那其实这个Respect的币章呢 会跟俱乐部的Respect的币章呢 它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因为呢它会是呢两个不同的厂家呢 去生产的 所可以看到呢就是 上面的是俱乐部的Respect的币章 而下面呢是国家队的欧洲杯的这一次的使用的Respect的币章 我们看到呢虽然Uvafer的这个位置呢 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来到Respect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会看到了比较明显的不同 首先呢俱乐部的这个Respect呢 它整一个的看上去呢都是一个 这个绒布的一个设计 不过呢到了这个欧洲杯的 到了这个国家队的Respect呢 看上去呢会是呢 印字或者是你的字母呢会比较的明显的 至于来到币章下面的这个布的位置呢 感觉俱乐部的这个Respect呢 它的亮度呢没有国家队的来 这个呢来的这么的明显这么的突出 主场的球衣我印的是欧洲杯的币章 不过到了客场的球衣呢 因为今年我印的欧洲杯的币章呢 还蛮多的 所以我自己还是想呢换一个口味 所以我印的这间客场的球衣呢 印的则是呢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的币章 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的币章呢 则是一个呢 完全是一个胶的一个币章 摸上去呢没有欧洲杯的这个手感 或者是质感来的这么好 而在左臂的这个地方呢 虽然同样都是有Respect的这个币章 不过在这个世界杯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币章呢 则是多加了一个呢 新兴的币章 不过关于这个币章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典故呢 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是在评论下面呢 说一下你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币章的故事好吗 而究竟我们这件衣服上面可以有哪些硬质去选择呢 其实在我留意了很多国内可以硬质的一些 呃球衣店上面呢 基本上都会有几个 无论是主场是客场呢 都会拿的一个热门的人选 首先就是7号是一个格里兹曼 还有10号58配一定是少不了了是吗 然后还有6号的伯格巴 毕竟慢点的球迷还蛮多的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呢 13号的坎特 今年呃这一个赛季以来的坎特真的特别特别受欢迎 大吉鲁的这个硬质呢 基本上我在大部分的球迷店呢 主场这个版本呢都会有看到 而且主场的这个硬质呢 同样也会有4号的瓦拉内 还有这一个呢 21号的爱尔南 爱尔南德斯 不过呢到了客厂的这件衣服呢 可能它的硬质呢选择就并没有主场的这一件的 硬质的选择来的这么多 而关于哪里可以硬质呢 呃关于这个问题呢 还是涉及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元素 所以我不会在视频里面呢去多分享或者是多介绍的 大家欢迎呢在评论或者是在弹幕上面呢 说一下或者是分享一下呢 究竟你又会在哪个地方硬质好吗 如果大家没有任何的呃经验的话 我还是最最最推荐的一定就是官方发售的渠道 哪怕可能大部分官方发售的渠道呢 他都没有硬质这个选择 不过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呢 绝对正版的球鱼呢 才是呢最重要或是最放心的事情好吗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麻烦给我按赞和分享给另一位朋友一起看 然后视频呢会同步在微博 比利比利还有YouTube上的同步更新呢 大家下一期想看关于雷剑球鱼的衣服的介绍 不妨呢在微博的或者是在比利比利的单部 或者是评论下面呢跟我说一下好吗 然后你的支持则是我继续创作 继续走下去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么小众 但是又我跟你都很喜欢的球鱼的一个介绍的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吗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